这是位于缅甸最北方的湖康河谷 山高临密 河流纵横 方圆数百里内 杳无人烟 1942年 中国远征军第五军撤退时 闯入湖康河谷 许多将士没能活着出来 1943年10月 中国远征军重返湖康河谷 这次他们杀的敌人胆战心惊 记录战争今天播出 湖康河谷浴血战 记录战争 珍爱和平 在缅甸的最北方 有一个叫做湖康河谷的地方 在缅甸语当中 湖康河谷是魔鬼居住的地方 这里山高临密 河流纵横 雨季泛滥 当地人将这片方圆数百里 无人区统称为野人山 1942年 中国远征军第一次远征 从湖康河谷撤退回国的途中 经历了惨重的人员损失 1943年底 中国远征军第二次远征 这一次 他们在湖康河谷打了大声仗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地处东南亚的缅甸 也不能幸免于战火 当时整个缅甸 都陷入到苦难的战争深渊当中 尤其是在缅甸北部的湖康河谷 更是浸透了中国远征军将士的血泪 湖康河谷是如何笼罩上死亡阴影的呢 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 当时的战争背景 1941年底 日本挑起太平洋战争之后 尽管缅甸是一个和平国家 并没有对日本宣战 但日本的强盗们不由分说 野蛮侵占了整个缅甸 1942年3月8号 日本军队从缅甸南部发起进攻 先占领了港口城市仰光 随后侵占了缅甸全境 军事入侵缅甸 日本强盗的用意很明显 就是截断滇缅公路 这条公路从1938年春天起开始修建 当年12月建成通车 起点在中国云南的昆明 而终点在缅甸的腊墟 整条路全长1453公里 当时中国从国外买来 或者通过租借法案获得的军用物资 就是用船先运到阳光 上岸后一路向北 再通过滇缅公路运到云南 这条路被截断 对于苦苦抗击日扣入侵的中国 威胁极大 为了守住至关重要的滇缅公路 中国组建起了远征军 进入缅甸作战 然而当时的战争形势 对远征军十分不利 本来应该保护远征军 侧翼的英国军队 却一路败退 1942年4月29号扶晓 日扣猛攻缅甸公路的终点的腊墟 远征军的第66军伤亡很大 当天中午日扣就占领了腊墟 此后撤退成了远征军的当务之急 当时远征军总指挥杜玉明下达的命令是 所有远征军从胡康河谷撤退 回到云南境内 然而远征军新38师的师长孙立仁 没有听从杜玉明的命令 指挥部队向西撤往了印度 事后证明孙立仁的选择是对的 新38师伤亡非常小 成为第一次远征结束之后 唯一一支保存建制的部队 选择从胡康河谷撤退的第五军 却遭遇到了可怕的结局 胡康河谷山高林密 方圆几百里没有人烟 被当地人称作野人山 更要命的是远征军撤退的五月 正是缅甸雨季最凶猛的时候 缅甸的雨季每年长达五个月 最猛的时候大雨要不间断地下六到八个星期 雨季中的缅甸对于行走在原始森林中的远征军将士来说 简直就是一场噩梦 到处是沼泽 泥浆 士兵们躺在泥浆中 睡在泥浆中 喝在泥浆中 吃在泥浆中 茫茫森林也引发了许多疾病 包括瘧疾 痢疾 样虫病 灯阁热 迷路的远征军在胡康河谷的原始森林里 赚来赚去 很多人因为饥饿 疾病死去 还有一些人因为忍受不了折磨而自杀 据统计 参加第一次远征的十万中国远征军 只有四万多人安全撤离 伤亡达到惊人的五万六千四百八十人 其中穿越胡康河谷的部队 有三万多人葬身原始森林 即使付出了重大的牺牲 中国远征军的脚步却没有停止 第一次远征过后一年多 他们在1943年的十月再次杀毁了缅甸 也再次走进了令人恐惧的胡康河谷的野人山 1943年10月 随着美国军队在太平洋战场的节节胜利 东南亚的战争形势也发生了极大的改变 盟军的势力更加强大 而日本法西斯军队已经处于下坡路 为了恢复滇缅公路的运输 盟军决定从印度与缅甸边界的利多开始 开辟出一条新的补给路线 一直到缅甸巴默这个地方 与旧的滇缅公路汇合 从印度境内把军用物资源源不断运往中国 支援对日寇的作战 反攻缅甸的战役也就是第二次远征的战斗打响了 中国远征军新38师的112团首先进入胡康河谷 在拉加苏、渝邦、林干这几个地方摆开阵势 日寇第18师团发现中国军队再次进入缅甸后 也派兵进入胡康河谷 先行进入河谷的112团被日寇包围了 但这次有了美国运输机空投物资 中国的将士们和整整一个连队的敌人对峙了50天 当时新38师师长孙力仁旧恨南宵 他率领师部主力紧急增援被包围的112团 急行军20多天穿过野人山赶到胡康河谷 1943年12月24号上午9点 新38师向渝邦发起全线进攻 经过6天激战 把渝邦一带的日寇阵地全部攻破 击毙第55连队长腾景小五郎 渝邦战斗结束后 被俘的鬼子兵被带到孙力仁的面前 孙力仁厌恶地皱皱眉头 不暇思索地命令参谋 这些狗杂种你去审一下 凡是到过中国的一律就地枪毙 今后都这样办 1944年1月日寇第5556连队 退守胡康河谷内的达罗到太白加一线 中国远征军分多条路线展开进攻 1月31号 一队中国坦克冒着敌人炮火 快速冲进了达罗镇日军第18师团的司令部 将日军师团参谋长赖伪少将及数十名军官 碾成了肉泥 一天后 在美军第10航空队30多架飞机的增援下 中国远征军又夺取了胡康河谷内的太白加 达罗太白加战斗的胜利使中国远征军在缅甸境内站稳了脚跟 开辟了向纵深进攻的道路 孟官瓦鲁班是胡康河谷的中心地带 要扫除缅甸北部的敌人必须要拿下这里 新22师在孟官苦战一个星期 伤亡惨重寸步难行 孙力仁得知新22师的困境后 马上派兵迂回到孟官的背后 被切断后路的敌人军心大乱 新22师乘势发起攻击 坦克部队一举突破日扣的防线 第二次远征 胡康河谷的寒沙声持续了几个月 进入缅甸的中国远征军陆续增兵 到1944年的春田 已经扩大到五个师的兵力 孙力仁从师长升任新一军的军长 统领新三十师和新三十八师 另外三个师是新六军下辖的 新22师第14师第五师师 军长廖耀湘 1942年初下的胡康河谷 成为中国远征军的伤心之地 不到两年 同样是胡康河谷 中国远征军一扫阴霾 成功歼灭了日扣第十八师团的主力 抗战八年 中国军队在缅甸境内作战时间 历时三年零三月 投入兵力总计四十万人 伤亡接近二十万人 胡康河谷是其中最惨烈的战场之一 2014年 世界上一些地区依然不平静 在中东 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再次爆发武装冲突 7月8号到8月27号 一个多月的战火导致加沙动荡不安 无辜百姓横遭不幸 记录战争今天播出 2014加沙战火 自1948年 以色列建立国家以来 位于地中海东岸 约旦河西岸的这片土地上 因为宗教 因为种族 还有这样那样错综复杂的原因 战火似乎从来没有消停 以色列的存在就好像在广袤的阿拉伯世界里 插上了一枚来自西方的钉子 阿拉伯人显然不情愿让犹太人 分享他们心目中的圣地耶路撒冷 更别说让以色列占领耶路撒冷了 耶路撒冷的耶路意为和平 撒冷意为城市 然而这样美好的寓意 却似乎没有给这座圣城 和它周边的土地带来好运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 及哈马斯 多年以来在巴勒斯坦的加沙地带 一直与以色列政府军处于对抗的局面 武装冲突时有发生 从2012年以后 巴以双方在联合国等多方力量的斡旋之下 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克制 不幸的是 2014年6月12号 三名犹太青少年被绑架杀害事件 又成为新一轮巴以冲突的导火索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6月14号晚间在一份公开声明中证实 6月12号晚间失踪的三名犹太青年被绑架 这三名失踪的以色列青少年年龄介于16岁至19岁 是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的宗教学校学生 其中一人持有美国护照 内塔尼亚胡随后又在第二天 只认识哈马斯成员 涉嫌绑架三名以色列青少年 警告实施绑架者将面临严重后果 这是近几年来 约旦河西岸发生的针对以色列人的最严重的绑架事件 此事一出导致巴以地区安全局势骤然紧张 尽管哈马斯发言人随即否认绑架事件是哈马斯所为 但为了搜寻三名失踪者 以色列国防军从6月14号晚间起 就已经配合安全部队与警察 进入约旦河西岸地区 进行地毯式的大规模搜寻行动 并且逮捕了80多名巴勒斯坦嫌疑人 据报道 这些人大多数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成员 其中还包括多名哈马斯高级官员 但是 以军的大规模行动 似乎并未取得最好的结果 三名被绑架的犹太少年 后来被证实遭到杀害 这一消息引发了以色列当局的震怒 也引发了以色列人大为不满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就在以色列人刚刚为那三名 遭到杀害的犹太少年举行葬礼之后 7月2号 东耶路撒冷 一名叫海达尔的巴勒斯坦少年 遭到了以色列的犹太极端分子的绑架 几小时后发现死在耶路撒冷东区的一处森林中 死前遭到了暴力对待 火药桶就这样被点燃 当天在东耶路撒冷 数百名怒不可遏的巴勒斯坦人 与以军发生了大规模的冲突 激动的巴勒斯坦人群 向以军投掷石块 焰火 焚烧轮胎 以军则不断以震荡弹 橡皮子弹等驱散人群 这起冲突可谓是巴以双方近年来 最大规模的一次冲突 一直到当地时间晚上九点 以色列士兵才撤退 据统计 当天的冲突至少造成70人受伤 其中包括多名当地记者 此后 巴以之间的冲突一再升级 位于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武装 不断利用火箭弹 对以色列南部边境地区 发动了大规模袭击 尽管这些火箭弹在战略上 并没有对以色列构成多大的实质性威胁 但是 这些火箭弹的存在 毕竟威胁到了以色列南部居民的安全 于是 以色列发动了名为 护刃行动的大规模军事行动 以保护南部边界的名义 进攻加沙地区 7月8号凌晨 以色列军队出动战机 轰炸了加沙地带的近150个目标 并出动军舰对加沙进行海上打击 打击目标 包括伊德哈马斯的海军指挥中心 从各方面来看 义军此次的打击力度是十分巨大的 护刃行动开始后的头三天 义军就向加沙地带 投射了将近900吨的炸药 这样高强度的轰炸 带来的势必是更大规模的伤亡 截至7月26号 义军护刃行动 已造成至少835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5000多人受伤 而死伤者中多数为平民 义军的伤亡人数仅为数十人 在以色列发动大规模空袭的同时 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武装 也在不断地向以色列南部地区 发射火箭弹 部分火箭弹的射程 甚至已经威胁到了特拉维夫机场 导致部分航空公司 停飞去往以色列的航班 此外 哈马斯还利用多年来挖掘的 通往以色列境内的地道 不断进行渗透 和以色列人挽起了地道战 尽管以色列人对这些地道头疼不已 长期以来却没找到很好的应对办法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当时就对到访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 哈马斯在医院 清真寺 学校 家庭下面都挖了地道 用于侵入我们的领土 绑架和杀害以色列人 面对这样放肆的恐怖主义 没有国家能够坐视不管 以色列的进攻在加沙地区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随之而来的是极端的人道主义危机 在国际社会的强力调停下 7月26号 哈马斯与以色列达成了一个 为期12小时的人道主义 停火协议 此后战火继续 平民继续遭殃 8月18号 就在停火谈判期间 以色列又遭攻击 以色列指控哈马斯破坏停火协议 随即展开报复 朝加沙开炮 哈马斯承认他们当天向以色列发射了40枚火箭 攻击了特拉维夫 耶路撒冷和南部城市比十八等地 20号 以色列针对加沙市的空袭 杀死了哈马斯军事指挥官戴夫的妻子 以及他们还在强保中的女儿 当天 以色列还发动了35次空袭 其中一次攻击 加沙市一栋平民的房屋被摧毁 造成一名妇女和一名两岁大女孩丧生 终于 8月26号 巴勒斯坦与以色列 在埃及等方面的斡旋下 达成无限期停火协议 停火于当地时间26号晚7点开始生效 双方同意永久停火 2014年的这次巴以冲突 造成双方2200多人死亡 冲突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达50亿美元 2014年的夏季 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再次举起了刀枪 杀的是昏天黑地 为了消除以色列南部遭火箭弹袭击的威胁 以色列国防军不计后果 发起了对加沙的大规模军事打击 他们的目的就是摧毁哈马斯的武器设施 但行动中造成了大批巴勒斯坦平民的伤亡 联合国的统计是持续一个多月的战火 加沙地带有1033名巴勒斯坦平民被打死 这就是战争争您的面孔 今天的记录战争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014年 伊拉克境内再次遭受战火蹂躏 6月29号 恐怖分子巴格达底自称哈里发 称自己的武装组织为伊斯兰国 为了抵抗恐怖分子的入侵 在摩苏尔等地战斗异常激烈 纪录战争明天播出 2014伊拉克战乱